落雨 小豆豆昨天非常失望,因为妈妈对她说,以后不要再听收音机里的落雨故事了。 那时候的收音机体型非常大,用木头做成,一般是长方体,顶是圆的,正面是喇叭,蒙着粉红色的绸布,中央雕刻着藤蔓图案的花纹,只有两个旋钮,造型非常优雅。 小豆豆喜欢在上学之前,把耳朵贴到收音机的粉红绸布上,听落雨故事。 小豆豆觉得落雨简直太有趣了,而且直到昨天,妈妈对小豆豆爱听落雨这件事从来没说过什么。 昨天晚上,爸爸乐团里的同事们为了练习弦乐四重奏,聚在小豆豆家的客厅里, 妈妈告诉小豆豆,拉大提琴的菊长定先生,给小豆豆带来了香蕉做礼物。 小豆豆大喜过望,结果,竟然说出这么一句话。 那就是,小豆豆接过香蕉,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,对菊先生说, 娘啊,这家伙还挺够哥们儿的。 从此以后,小豆豆想听落雨的时候,只能趁着爸爸妈妈出门后,悄悄地偷着听了。 如果一人说得很有趣,小豆豆就会哈哈大笑。 要是哪个大人看到这幅景象,大概会奇怪,这么小的孩子,能听懂这么难的话吗? 但是实际上,小孩子不管看上去有多么小,对真正有趣的事情是绝对能够听懂的。